靠着一根鸭脖撑起的百亿商业帝国 作为后起之秀和自己母家周黑鸭竞争了十几年 现如今市值已远超周黑鸭 这个后起之秀就是绝位鸭脖 而他打败周黑鸭仅仅用了一招 这一招就打得周黑鸭在几年的时间里都没办法招架 绝位鸭脖是如何做到的呢 讲述原创商业创始人故事传播商业智慧 本期子鸭童区创始人观察给您讲述绝位鸭脖戴文君的故事 1968年戴文君出生在湖北武汉 他的前半生走的是精英路线 大学读的是经济管理学 毕业后就在一家药企担任市场经理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已经是想都不敢想的人生梦幻开局 任谁也想不到平时总是西装革履的戴文君 怎么会放弃了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 一头扎进了鸭脖生意中 戴文君自己回忆说 当初选择鸭脖的生意原因很简单 他本人就很爱吃鸭脖 但他找遍了自己工作的长沙 都找不出一家正宗的卤味店 他想要解解馋 就只能回到湖北老家才可以 在别人看来 啥也不缺的人生赢家戴文君 缺一根好肯的鸭脖子 如果是别人 吐槽吐槽长沙的卤味现状 也就忘了这事了 但戴文君有着过人的商业头脑 他很快意识到 想要吃正宗卤味的人 肯定不止自己一个 有需求就有市场 现在长沙的卤味市场 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何不由自己来填满这个空缺呢 戴文君越想越觉得可行 很快就辞职 安心做自己的鸭脖生意 可别小看了一根鸭脖 这妥妥的是个技术活 想要卤出一根好吃的鸭脖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戴文君啃鸭脖内行 烹饪鸭脖可就外行了 他决定先找一家成功的鸭味店 卧底偷失 而这家被戴文君选上的店 正是周黑鸭 戏剧性的是 绝味鸭脖是湖北人 想把湖北的手艺带去外地 而周黑鸭则是外地人 在湖北开的湖北鸭味 周黑鸭的周 是周富裕的周 出生在重庆的周富裕 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 反而是经常穷得揭不开锅 19岁的周富裕 就不得不跟着哥哥姐姐们 到了湖北来打工 而他选择的打工地点 是一家鸭味店 在鸭味店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周富裕不仅尝到了 这种家乡没有的美味 更明白了一个道理 打工是不可能富裕的 不管自己做得多努力 也赚不了多少钱 他需要的是手艺 所以每当老板调制鸭味时 他总是在一旁认真看人真迹 1995年时 周富裕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在一个菜市场里 摆了一个鸭味摊 做了个小老板 周富裕清除鱼蓝而胜鱼蓝 味道比老板做得 还要受顾客的欢迎 周富裕也给自己的鸭 获取了个名字叫怪味鸭 这就是日后周黑鸭的原型 1997年时 周富裕也拥有了一家 属于自己的鸭味店 有人模仿我的脸 有人模仿我的鸭 和成功一起到来的 还有层出不求的模仿与抄袭 市面上开始卖怪味鸭的越来越多 周富裕想了一招 你们可以叫怪味鸭 但总不能跟着我改姓周吧 于是 为了区别市面上的防品 周富裕打出了周黑鸭的旗号 保证了自己正统的地位 之后的周黑鸭也越做越大 走出武汉 冲向全国 等到2016年时 周黑鸭已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品牌 戴文君给自己的品牌取名 爵位 不难看出 他想在口味上 与周黑鸭一较高下的想法 但之后 戴文君也很快意识到 在口味上 自己不如周富裕 而另外一件事 周富裕也不如自己 那就是商业思维 为了保证产品的品质 周黑鸭一直走的是直营路线 全国的店都是直营店 这种做法确实可以保证产品的品质 但有一个缺点就是慢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时代的生意 最大的特点就是跑马圈地 谁动作快 这个市场就跟谁姓 比如淘宝是网购的代名词 Apple是智能手机的代名词 爵位也要和周黑鸭争 谁是鸭伯的代名词 鸭伯到底姓爵还是姓周 与周黑鸭不同 爵位走的是加盟路线 加盟费其低 只要两万块就可以加盟 装修设备原材料 爵位会全部搞定 开店的成本非常低 只要你想开店 十几万块就可以开 这种模式就使得爵位 从2014年起 每年以1000家以上 加盟店的速度 急速发展 店面快速的铺开 为爵位带来了 更多的利润和知名度 这又使得爵位的扩展 进一步加速 等到2019年时 爵位全国的加盟店 就突破了1万家 对比周黑鸭 周黑鸭2018年时 全国的门店 也不过只有1000多家 两家的门店数相差了10倍 除了店面多以外 爵位的价格相对周黑鸭来说 也更亲民 不仅不涨价 反而还降价 爵位在味道上 和周黑鸭相差不大 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 一样的钱 在爵位可以买到 多半袋的鸭脖 自然而然 更多的顾客 愿意选择光顾爵位 而不是周黑鸭 这边爵位是一路高歌猛进 难道周黑鸭 就坐以待毙吗 在戴文君 靠着加盟的模式 越做越大的时候 周富裕也很心动 也尝试过加盟的模式 可才开放了 加盟模式没多久 产品质量就出了问题 很多的加盟商为了多赚钱 虽然加盟了周黑鸭 卖的却不是周黑鸭的产品 而是成本更低的鸭货 如果继续这样放任下去 周黑鸭的牌子 很快就会被砸掉 周富裕又不得不 高价回收了这些加盟店 继续直营店的模式 周富裕比戴文君更懂鸭脖 但戴文君比周富裕更懂人性 周富裕想要把周黑鸭的牌子 做大做强 可加盟商是来赚钱的 如果不让加盟商赚够的钱 加盟商是不可能好好配合的 所以戴文君不仅是给顾客让利 也同样让加盟商赚得盆满不满 这是爵位能够快速扩张 又没有产生隐患的重要原因 全国上万家的加盟店 戴文君是不可能管得过来的 但没人会跟钱过不去 只要跟着爵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 加盟商就会乖乖合作 2020年时周黑鸭的市值腰斩只剩下110万港币 而爵位的市值达到了300亿港币 周富裕明白此消彼长的道理 再这样下去 压货市场自己恐怕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 这才不得不再次启动特许经营的模式 允许加盟 虽然在爵位市值已经达到500亿的今天 周黑鸭与爵位的差距越拉越大 但周黑鸭的自救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在压编之争的上半场是爵位赢了 赢在了跑马圈地 但在鲁卫市场已经杀的一片红海的今天 爵位的模式已经不能让他保持更多的优势了 坚持品质第一的周黑鸭 能不能又赢得顾客们的心 赢得下半场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期创始人观察有关爵位和周黑鸭的 就讲解到这里 你喜欢吃压编吗 你觉得爵位和周黑鸭哪家更符合你的口味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